欢迎来到九合一选战的特别节目 持续带您来锁定开票的最新情况 现在就把镜头带您到柯文哲阵营的竞选总部 起满了要帮柯医师庆祝的民众 让我们欢迎柯文哲市长 陈沛琪医师 为我们的市场欢呼 拍声音给我 改变成真 改变成真 谢谢台北 谢谢台北 改变成真 谢谢台北 一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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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要请我们柯文哲市长为我们带来演说 欢迎柯市长好 大家一起来 柯市长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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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台湾 感谢伟大的市民朋友 以坚定的意志 相信 相信 政治就是找回良心 相信 开放政府 全民参与 公开透明的政治理念 相信 人 因有梦想而伟大 相信 众人的智慧 会超越个人的智慧 相信 民主就是 人民当家作主 相信 如果有选择 应该选择正面和进步的方向 因为 这些相信的力量 终于让台北市改变成真 亲爱的市民朋友 我们 启动了 爱和拥抱的力量 恢复了这个城市的光荣感 这次 台北市长选举的结果 彰显了台湾民主的价值 和台北市民追求进步的决心 此时此刻 对柯文哲而言 是选举的结束 但是 是承担责任的开始 我会更加谨慎 谦卑 坚苦奋斗 在市民的监督之下 实现政见的承诺 我 现在只向其他六位竞选伙伴致意 感谢 陈主斌 赵远庆 李宏信 及陈永昌四位先生的努力 共同见证民主的历史 感谢 陈永昌先生对我的指教 让我得以 让我得以发现缺失 学习改进 我也要特别感谢 洪光远先生 不但以光明磊落的君子态度 参加这场选举 也提出了许多务实的政见 六位竞选伙伴对市政蓝图的规划 我都会虚心接受采纳 同时 我向市民承诺的六大愿景 三十项 柯批新政 透明廉政公约 以及开放政府全面 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理念 都将带进 好那么刚刚我们看到柯文哲呢 他在现场发表了他的这个感言 他说呢 这个政治是找回良心 那么这个开放政府呢 是全民参与 那么人也是因为有梦想而伟大的 那么他也说了 也要相信民主就是人民当家做主 相信力量让台北市的改变成真了 那么他也说呢 这个台湾的民主价值呢 这个台北市民有这个追求进步的决心 同时呢 他也要感受其他的候选人 尤其是这个连胜文对手 他的指教 网络世代的强大 无论是 线上捐款 理念传播 活动的召集 这都是一场网络主导的选战 从白山军到太阳花雪运 公民运动 造就了台湾新政治的来临 公民社会的绝局不是吼定政党政治 而是开阔公民参政的契机 政党与政治人物 必须更谦卑面对公民社会 这也会是台湾政治的正面发展 意识形态的高墙即将倒塌 这是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 未来的台北市政府 不但将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 也会提供给市民 公开透明的市政资讯 我要再度向四五层同仁承诺 在我任内 公务员不必服务政党和政治 只需服务台北市市民 另外 我要感谢 我也要感谢很多竞选团队的成员 姚立民总干事 李应原秘书长 计政总团长 许许多多隐姓来名 但默默付出的政治前辈 以及透过海选参与了这场选举的年轻朋友 你们的努力 创造了2014年的台北奇迹 亲爱的市民朋友 这是一场你和我 共同以爱为名 标局和解宽容 坚持公平正义的选举 感谢支持我的朋友们 也感谢没有投票给我的朋友们 因为你们的声音我都听到了 没有人需要为选举的结果感到失落 One city one 非民 选举过后 台北市民都是一家人 每一位市民都是鞭策 柯文哲进步的力量 这座伟大城市会继续前进 今晚各位请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 回家好好睡一觉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们开始工作 谢谢大家 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柯文哲医师 以及他的家人 再一次牵起手 神神一鞠躬 谢谢我们所有的台北市民 国民党连胜文在稍早出面鞠躬承认落败 那么其实在现场有支持者已经非常难过 甚至是洛泪龙 现在就马上请在现场记者资营 来告诉我们现场最新情况 资营 林胜文台北市选战落败 国民党拱手让出台北市 而林胜文在晚间六点半左右 在重重媒体包围下 走上舞台向所有支持者举功道歉 很抱歉 我们没有达到各位的期望 那么这是我个人的责任 我们因为我个人努力不够 而无法在这一场台北市场选举当中取得胜利 在此个人深深一鞠躬感到抱歉 对不起大家 我们努力不够 对不起大家 因为你们不太在乎 不去注意细节 你昨天国道的那些人 收费员 你们事情都没有理 所以太多的因素 不是只有一样 所以国民党真是要注意 你让我们大家都这么伤心 这么爱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越来越渺小了 是手投足吗 是手投足 所以第一票就决定投给连胜文 对 我是看个政策 晚间七点不到国民党 连胜文竞选总部 群众是几乎已经散去 中校东路也已经恢复通车 国民党台北市铁票生锈 甚至连多个县市都是蓝天变绿地 支持者更是难过落泪 想必今天晚上 国民党的支持者将会是难眠的一夜 以上是来自连胜文竞选总部的现场 那我们还要来带您看到的是 六都市长选情的部分 那么最新的计票情况呢 台北市柯文哲目前开出的票数是 78万9233人 而连胜文开出的票数呢 是56万2896人 那么另外冯光远开出的票数是 5647票 新北市的部分 游锡坤开出的票数是 83万1711票 另外朱立伦开出的票数是 84万7778票是些微领先的 桃园市的部分 郑文灿是471212票 而吴志阳市 440970票是有些落后的 接着看到台中 胡志强的得票数是 58万9155票 林嘉隆的得票数是 78万6926票 再来看到台南 黄秀双的得票数是 24万8313票 赖清德的 获得的票数是 66万3516票 再来看到高雄市的部分 陈菊获得的票数是 918802票 对手杨秋心获得的票数是 414670票 再来看到中选会的最新票数 台北市 柯文哲目前开出的票数是 78万9813票 连盛文开出的票数是 56万3128票 冯光远开出的票数是 5821票 决战中台湾 这个宣布林嘉隆确定 当选了第二任的大台中市长时 民众是相当的开心 他们也放鞭炮 整个现场呢是震耳欲聋 那么支持民众 可以说是士气相当的高昂 那么刚刚林嘉隆和太太廖宛如 他们也一起抵达了总部发表了演说 我们来看到现场的最新画面 感谢我们所有的台中市民 这一步我们走了十年 我们终于 我们终于 有机会 来为更多的市民服务 嘉隆首先要感谢 所有参与 这一次市长选举 出来投票的台中市民 尤其是用你神聖的一票 投给嘉隆 选择改变 来打造一个希望的台中 所有的市民朋友们 嘉隆也要感谢 有一些市民 还没有投票给我 你们是我 未来进一步 进步的动力 那么这是刚刚林嘉隆发表的 他的当选感言 他说感谢市民出来投票 选择改变这个希望的台中 再来来看到对手台中 胡志强的总部 现在的现场气氛 是显得相当的感伤 因为开出来的票数是落后 那么胡志强 他也在刚刚发表了 落选感言 同时他也感谢支持者 也希望大家能够 诚心接受选民的决定 在学到台下 谢谢 我应该出来宣布 此次竞选 结果失败 这一个失败 是我个人的失败 是我个人不够努力 个人不够优秀 我要谢谢 我竞选团队 每一位好朋友 你们打了一场 漂亮的选战 无缺点的选战 我觉得 我们整个选举的过程当中 大家的表现与支持 是无缺点的 我谢谢大家 我们特别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只有诚心诚意的 接受选民的决定 我们希望 新任的市长 能够好好的带领台中 继续前进 祝福新的林市长 天佑台中 天佑台中 谢谢各位 再次运用我们热情的掌声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们一起来为市长来加油 也谢谢市长 我们 党主前喊 胡志强市长 大家喊谢谢您 好吧 我们看到了台北市的部分 是由无党籍的柯文哲出现 而大台中的部分 是由民进党的林家龙当选 那么执政的国民党 现在都说都已经是确定是败选了 是不是这个也代表了两党的选民结构改变了 马上就请专家来发表他们的评论 显然的 其实那个蓝营的国民党的在台北市的实力 它还是存在着 那但是显然是彩色的力量 打败了国民党 是彩色的力量 特别他说他是代表白色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橘色也加入了反蓝的阵营 其实还有其他 还有绿色也加入了反蓝的阵营 所以说我觉得整个 这个台北市 等于说当然它的板块是在移动 但是国民党的他的基层的实力还是不能小看 看到的最清楚的是 是所有年轻人的选票几乎都灌到了 人家说反对党的身上 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然后以及还有过去就是说 以台北市的情况来说的话 就是说过去 所谓的中间选民或是浅蓝的部分 其实也都转移过来了 都转移到柯P的阵营里面 这是比较 我觉得比较明显的 两个板块的移动 一个是年轻选票 一个是非蓝非绿 甚至是中间选民的这些选票 再来大家看到云林县的部分 云林县的选委会公布了 投票权的选举人数是56万5000多人 那么两位云林县长候选人 他们也都把开票的总部设立在斗六 那么开票时间已经远远的超过了4个小时 那么现在民进党籍的李静勇阵营 目前是领先对手张立善 大逼队众二百三十票 李静勇四百八十三票 大逼队众四百四十九票 李静勇四百四十一票 大逆众二百八百 队众四百四十二票 李静勇四百八十一票 来 咱们现在 我们现在是五百五千三十七票 云林县人数比较多的五个乡镇市 斗六 胡维 斗南 西罗 还有这个北港是被视为票仓 那么现在李静勇目前开出来的票数 是领先对手张立善十六个百分点 那么在画面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李静勇的竞选总部 是一片欢乐气氛 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惨败 江英华院长晚间宣布 请辞行政院长目前也已经得到了马英九总统的批准 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 显示政府的施政未能获得民众的满意 而人民的声音也透过选票清楚地表达出来 因此一化决定负起政治责任 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 我已经在今天晚上向马总统报告我的决定 并且获得总统的同意 我相信总统会尽快决定下一任行政院院长的人选 以便内阁全面改组 迎接未来国家所面临的挑战 谢谢 江英华表示 经由这一次的九合一选举结果 可以了解到人民对于政府执政的不满 他已经在今天晚间跟马总统请辞 并且得到了马总统的获准 同时江英华他也相信马总统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找到新的内阁人选来进行内阁的改组 同时江英华也说了 对于所有批评行政团队的声音 他也一并接受 并且深深的一举功表达歉意 国民党在这一次的县市长席次表现 可以说是相当的不理想 那么唯一在苗栗县 国民党候选人徐耀昌在六强一的情况之下 已经在刚刚自行宣布当选 我们现在就把现场交给林佳一 好的主播 就在稍早国民党候选人徐耀昌 在达到门槛票数后 在支持的处涌下自行宣布当选 让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画面 我想一张票一件事情 邀昌会努力的来使命必达 让我们的苗栗 在过去由郑弘县长 还有我们副协弘县长 以前既定的一个基础架构之下 邀昌会很努力的 然后很多乡亲都是耀昌的一个推动宪政的原动力 耀昌会很努力的 谢谢我们的乡亲 感谢大家 谢谢各位 评论分析 台北市联科厅场双方阵营举办大型活动 积极争取青年族群 但能不能实际反映到选票 候选人都谨慎看待 我只好在青年族群的支持度比较高 但是青年族群也是投票率比较低的族群 所以如果让他们那天会出来投票 真的还真的需要想一下 台北市长选举人数214万 依照过往七成投票率估计 拿下市长宝座需赢得七十万票以上 因此三万人手投足成为关键少数 也是候选人极力争取的票源之一 会去投票吗 可能没有办法去 因为刚好要出国那样子 但是不出国的话我一定会投他 因为我们家人都很支持他 对 希望他当选 加油 一定会去投 更明确然后更符合我所相信的正确的价值观 所以一定会去投票吗 一定会 据评估投票日当天将是好天气 公民团体也发起募资 号召年轻人返乡投票 青年族和手头族是否落为具体行动 候选人把握最后机会 加紧催票 新唐人亚特电视 胡宗瀚 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 继续来带您看到桃园选战的部分 刚刚在7点34分的时候 吴志阳已经发表了落选谈话 那么在8点05分对手郑文采也已经自行宣布当选感言 我们有坚定的信心 吴志阳你可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 加油加油加油 吴志阳支持者是高喊加油 不过就在刚刚7点34分的时候 吴志阳已经发表了落选谈话 那么随后在8点05分 对手郑文采也在总部发表当选感言 他期许能够更清廉 更谦卑的翻转桃园 同时他也感谢曾经为他复选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 还有前主席苏贞昌的协助 广告回来 我们但已经看到柯文哲竞选总部的竞选群况 千万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20149合1选战特别节目 我们持续带您锁定开票的最新情况 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的得票数是确定超过了陈水扁 在1998年市长选举的688,072票 那么柯文哲也已经在刚刚的竞选总部 他已经发表了他的慎选感言 我们现在就把现场交给记者听风 好了 柯文哲刚刚在台上已经发表完言 说现场的群众情绪还是非常的激动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位称赢改变成 谢谢台北1CT1Favorite 作为演讲主者 他说民主就是了民当家座主 这些相信的力量终于让台北市改变成真 彰显了台湾民主的追求价值 而台北市民追求了民主的决心 就是承担责任的开始 更加谦卑在选民的监督之下 实现对选民的承诺 选举过后台北市民都是一家人 每位市民都是编册他的力量 这座城市将继续前进 请大家带着一番喜乐的心情 回家好好睡觉 可是现场的群众呢 还是迟迟都没有上去 也继续留在这边 来参加柯文哲的这个庆功的最后压轴演唱会 以上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让我们把镜头交还给朋友 我们现在就继续带你来看到 刚刚柯文哲宣布当选的情况 我们欢迎柯文哲市场 选情地定 柯文哲大胜蓝赢20多万票 现场民众欢声雷露 柯文哲与太太陈佩琪 一同到竞选总部现场 向民众发表感谢 感谢台湾 感谢伟大的市民朋友 因为这些相信的力量 终于让台北市 改变成真 对于竞选对手一路以来的指教 柯文哲则再三表示感谢 至于未来市政的方向 柯文哲表示承诺的六大愿景 开放政府的理念都将带进市政规划 明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 我们开始工作 谢谢大家 新桃软海电视台湾台北报道 马上淡营看到六都市长最新的计票情况 首先我们来看到 连胜文的得票数为五十六万五千零二十五票 柯文哲的得票数为七十九万四千两百一十二票 冯光远的得票数为六千一百六十票 那么当选的是五党级的柯文哲 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 游席坤获得的票数是八十七万七千九百三十三票 朱立伦得到的票数为八十九万六千八百六十票 当选的是国民党的朱立伦 再来看到桃园市的部分 郑文灿获得了四十八万两千三百四十九票 吴志阳获得了四十五万两千六百四十五票 当选的是民进党籍郑文灿 继续带您到台中来看到 胡志强的得票数为六十二万三百三十票 民进党籍的林佳龙是获得了八十二万七千五百八十九票 当选的是林佳龙 继续往南带您来看到台南市的部分 黄秀双的得票数为二十五万八千三百九十二票 赖清德的得票数为六十九万一千七百二十五票 当选的是民进党籍赖清德 最后带您来看到高雄市的部分 陈菊获得了九十七万两千五百七十票 杨秋新获得的票数为四十四万五百八十二票 当选的是陈菊 马上带您来看到中部县市当选的候选人 他们的票数和党籍 苗栗县县县长国民党的徐耀昌呢 他获得的票数是十三万四千七百四十八票 彰化县的县长是民进党 为民股他获得了三十三万五千一百零一票 南投县县县长是由国民党的林明珍十一万一千七百八十八票 另外云林县县县长是由民进党李靖勇当选 他获得的票数为二十万五千六百六十票 今天台湾进行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地方选举 虽然中共国台办说不会评论不会干涉 不过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前 却要求柯文哲对九二共识来表态 那我们也带您来关注这次大选中的红色渗透 选前倒数四天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出手 要五党籍台北市长候选人柯文哲 承认所谓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 今天国台办主任有出来讲说如果您当选的话 希望您对这个九二共识您有一个基本的表态态度 作为一个台湾的国民或是说台湾的知识分子 我最大的疑虑是到底九二共识是什么 有人能不能告诉我那内容是什么 所以事实上至少在这一刻这一秒 中华民国是我的底线 首度表态两岸柯文哲接招北京信号 国台办正在试探一路号称打破蓝绿的七彩队伍 能不能容下红色势力 另一边国民党连胜文则费尽心力 想斩断廉价千丝万缕的红色期待 仍遭受层出不穷的质疑 还被直击游行队伍中打头阵的 是长期在101宣扬共产党的爱国同心会 这是共产党长期统战的结果嘛 他们出现在连胜文的这个这个支持连胜文的队伍里 很明显的表达了一个就是 从过去的角度看 共产党是把连胜文呢当作他们 极其有可能成为他们这个在台湾的政治代理人 正立庄的活动形式很像拜会庄角 很像在接收国民党的地方派信号 台湾360多个乡镇市区 它走访了340多个 每统的有年载 学者忧心中共正顺藤摸瓜 接收国民党拍戏网络 从里长到宗教领袖全面渗透 正立中全台走透透 还透过鼎心前线农委会官员 中国生产党卢月香自爆帮台商买机票 显见中共对台布局 台商喊新移民角色关键 现在就是因为就是有所谓半价 或是甚至是免费机票 所以台商回台湾投票的意愿非常的高 可是并不是就是不见得是说 像对手阵营宣称的 就是全部都是支持就是连顺文的 而且有很大一部分 甚至绝大多数是支持柯文哲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 共产党也是一个完全的实用主义者 如果连顺文这次败选 连家有可能就整个连世家族 都有可能像一个被共产党用过的手指一样 就扔掉了 选情告急 连顺文竞选看板上海献宗 两岸政商就怕打坏 2005年至今的国共权力布局 中共虽不解柯文哲何以用白袍松动蓝绿 仍伸出橄榄枝 试图收览太阳花后的权力更迭 要在九合一大选的政治版图中 渗透红色势力 新唐亚太电视成为某张轩 台湾台北怎么到 再来大家看到的是张华县长的选情部分 那么现在呢 确定县长是由民进党籍的魏民鼓胜出 那么他在刚刚晚间七点多的时候 也已经抵达竞选总部卸票 未来的四年 我跟县政府的团队一定会努力来实现我的竞选诺言 我的所有的证件 我会让大家拭目以待 我会让大家期待我们脏话脱胎换骨 后面魏民鼓一上台呢 就先和老婆互相拥抱 那么魏民鼓和竞选团队在台上卸票 这一次是大胜对手林苍敏 张华县和台中市现在都是确定翻转 魏民鼓他也承诺将来入主宪府 会以用人为才为标准 也希望年轻一代能够加入 同时他也欢迎不分党派的人都能够加入县府的团队 九合一大选结果出炉 国民党惨败 等于是改变了台湾的蓝绿政治版图 那么我们怎么解读选民的选择 是民生经济议题发酵 还是公民意识崛起的影响 我们现在就请董立文老师来为大家分析 最后的结果还没出来 如果最后以现在来看的话 最后结果是以六都的来说 国民党已经失去五都了 然后其他的县市 如果民进党又增加为十二县市的话 它势必会引起国民党内部的洗牌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马政府其实在选前 它其实它有设置了很多防火墙 所以说未来就是国民党内会怎么洗牌 这个是还看不清楚的 好 谢谢董立文老师的分析 其实就在此刻 香港的雨伞运动已经坚持了超过七个星期 那么接下来的新闻 我们为您采访了在台港生和陆生 了解这些近距离观察民主 台湾基层选举的港生和陆生 他们是怎么看华人社会的政治差异 香港人站出来为真普选而战 五十多个日夜参与雨伞运动的民众持续坚持 而就在此刻台湾正要举办 史上规模最大的九合一选举 选举之下有一个很可贵的地方 就可以让你真的会有一个长河去表达你 想透过选举告诉别人你的理念是什么 你的故事是什么 你的经历是什么 是有这样的一个空间让一般民众去参与政治 这次肃然 坑文哲主动参选台北市角 还有以徐皇为宣的老兵赵颖庆也来参选 超较200万的保证金 企图用参选引起关注 老兵候选为例的话 其实这就看到征服选的非常重要性 门槛只是那个钱的问题 那我们看到现在香港人在争取所谓征服选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个门槿太高 例如说他这种人就算你有钱都不能去参选 不能去选香港特州 来台湾生活青年的港生韩俊贤观察 连底的九合一选举不同 以往有更多政治数人主动参与 而陆生蔡博弈者选择用镜头主动记录 蛮多年轻人站出来愿意来挑战体制 然后愿意用选举的方式改变社会 那我觉得还是蛮感动的 你好 里奖候选人简明红用吉他与选民互动 蔡博弈1.1滴铁旋记录 也跟着一起东奔西跑 比较辛苦的 就我们每次拍他就应该是跟他拍垃圾车吧 对他追那个垃圾车 大概要从8点多就追到11点半 就才有点累的 曾参与太阳花雪 愿意度选蔡博弈见证 台湾年轻人从消极到左上街头 顺势主动参选 这些在台湾的港生与陆生 正在亲身经历感受 顺势记录最真实的公民民主 新台湾姚天电视 虎中翰高军伦张怨婷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休息一下 九合一选战特别节目 我们马上回来 不要走开 欢迎回到2014 九合一选战特别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2014 九合一选战特别节目的现场 我们现在马上就连线到国民党党中央党部 媒体守候下 中华民国总统兼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 步入记者会会场 马英九神情严肃 对选情的失利不讳言 让大家失望了 我必须向所有中国国民党党员与支持者表示歉意 我不让大家失望了 行政院江院长跟本党真秘书长都已经向我请辞 我已经同意 这次选举 人民传达的讯息 我已经听到了 此刻我的责任是尽快提出改革的方案 回应人民的诉求 我不会回避任何的责任 全体党务主管 向全体党员以及全国的支持者 感谢以及致歉 深深的一举功 深深一举功 想支持国民党的民众表示歉意 强调不回避责任 但始终并未松口是否卸任党主席一职 马英九强调 已经听到民众的声音 未来将思考如何进行改革 金台电视整理报道 九合一选举当中 22席当中民进党拿下了13席 在6都也是拿下了5都 新北市的朱立伦也只是小赢了几万票 那么在刚刚民进党党主席蔡英文 在晚间8点40分的时候 和历届的主席出席记者会 我们带您看到现场的最新画面 这个选举的结果是台湾人民最新民意的展现 那么民主进步党在这一次的九合一的大选里面 我们得到了13个席次 这是我们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 这样的选举的结果是台湾人民的胜利 也是代表着年轻的世代承担责任的开始 在这里我要以主席的身份感谢全国的人民 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对民进党的信任 每一张的选票我们都会珍惜 每一张的选票我们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份的责任 我们要提醒全党上下应该要用诚惶诚恐 如履薄冰的心情来看待人民的托付 我们可以高兴 但是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 就要以这一次国民党的失败为警惕 一个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的这一边 人民会随时把权力收回去 我要特别谢谢苏贞昌前主席 谢长庭前主席 还有柯建民总召 跟立法院党团的所有的委员 以及全体的党工干部 过去这几个月来 大家不眠不休的努力 共同完成了这一次的使命 那么谢谢大家为了国家的改革 谢谢为了这个党 不畏艰难奋战到最后一刻 我们都以你们为荣 台湾正是在一个改变的时刻 这是民主进步长必须要体察的事实 今天选举的结果 是一场历史性改变的序幕 未来台湾会走向何方 取决于国内的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公民社会的成员 集体的智慧 身为政治人物 我们的原则只有一个 也就是面对人民力量的崛起 我们只能更谦虚 从现在开始 我们就从地方出发 一步一步把台湾引回来 天佑台湾 谢谢大家 好那么这是您刚刚看到 国民党党中央的部分 再来要但您看到的是 由于过去嘉一市都是女性执政 民进党嘉一市长候选人 突醒着这次能够顺利的当选 不只是取代国民党 在南部地区唯一执政的嘉一市 也打破了嘉一市32年来 女性执政的传统 我们的民主受用 让我们可以收到 自己民主胜利 这个 很好的名声 感谢你 我也要感谢 我们民主主胜利 我们民主党 民主党 蔡英文主席 我们的小英主席 為了我們嘉義士這邊的選擇 可以說打鼻 真有很多信念 他真正後來到了嘉義 十幾百 只要他幾十 可以說有時候要一種不吃 之後就知道我們 小英主席正面是中英主席 上一陣 對 那麼嘉義士呢是有長達32年都是女性執政的 那麼在選前呢這個 突醒著呢他一度和對手陳以珍呢 兩人的民調是相當焦灼的 那麼這一次民進黨能夠順利的取得嘉義士的版圖 對國民黨來說可能也是一大謹訊 接下來繼續帶您看到今天的選戰掃描 為了預防在今天晚上九合一大選開票之後 有政黨支持群眾不滿選舉結果 以致發生大型自擾事件 國安及陷阱單位已經將總統府 總統官邸及行政院 中選會等單位列為重點為安區域 並已經在適當地點預置巨碼 全國今天動員 近六萬錦麗為安 九合一選舉登場 施政榮一早與太太一起投票後 再到台北資訊樂展場 為自家產品站台 對於選舉結果 洪基榮與董事長施政榮表示 從來不擔心 他期許新任台北市長施政 要全面性的考量 不要只為了政黨利益 九合一選舉 高市大岡山地區總共發生四起民眾 涉嫌撕毀選票案 遭到警方依違反選罷法移送法辦 苗栗縣五合一選舉今天投票 苗栗市107歲仁瑞孫天賦 上午在家人陪同下完成投票 南投102歲仁瑞林茂成 也與民眾一起排隊投票 新廠亞太電視整理報導 這場台灣史上最大規模的選舉 戰況可以說是相當的激烈 但是前所未有的現象是參選人年輕化 台北市不滿30歲的里長候選人 比起上屆是整整的多出一倍了 在太陽花喊出了出關播種半年之後 晉級的青年覺醒 再加上網路新媒體的傳播力 都讓台灣的選舉有了新的政治面貌 繼續是我們的分析報導 長髮女孩到選委會登記參選 學運青年參加政黨選舉培訓 網路號召青年選里長 台灣史上最大規模選舉 闖出不少熱情的年輕臉龐 太陽花學運後半年 青年參政成了選項 今年這場選舉最明顯的一個衝擊因素 確實應該就是太陽花運動 所以年輕人開始覺醒了 整個改變的可能性就被創造了 最重要的是說 你是不是可以在抱怨以外做一些事情 看到改變的可能性 顯然是他們看到了 短短一個禮拜網路募資爆量 三倍資金足夠讓兩千位青年搭 專車返鄉投票 學者分析太陽花 凝聚原本不太投票的消極選民 專家估算 35歲以下的青年世代 正好是1992年後 台灣身份證取消省級欄位的族群 如今佔北市選民37.5% 全台年輕選票則約有520萬人 比起台商 年輕人將主宰九合一選情 這次我覺得動員台商的效果 可能不會特別好 那中共這次我有一個感覺 它是有一點在觀察中 然後畢竟不是中央的選舉 至於所謂青年學子反鄉投票的 關鍵就是議題他關切了 然後他本身已經從消極選民 變成積極選民了 自然就會有各種力量 催促著他們去投票 跳脫藍綠意識形態苛舊 年輕人在網路上關注討論 將議題導向社會公益 傳統計畫藍綠的選舉策略 對年輕人卻成了反作用力 傳統上都是統獨議題是最重要 即便是地方選舉這個線索也在 但這一次是把整個議題調整成 比如說對權貴 年輕人的青年貧窮 社會的重分配等等 特別是反映在比如說住房政策 土地正義這些議題上 議題重整之後 也會讓這個選舉的整個的外觀不一樣 當公民成為動詞 經歷過學運的青年網路世代 是否能翻轉藍綠基本盤 無論選戰露死誰手 太陽花種子在九合一發酵 已成為台灣社會內部 不可逆的化學反應 目前全台計票接近尾聲 那麼過去國民黨在離島地區 是穩操勝券 但是現在澎湖金門 連江縣已經是確定失守 民進黨澎湖候選人床 陳光復就以29104票 擊敗了國民黨提名的蘇昆雄 他的23311票 翻轉了國民黨執政17年的政局 而在金門方面 無黨籍金門縣長候選人程甫海 他也以19714票領先對手 我們先來聽聽兩人的當選感言 因為你的辛苦 有人可以套戰13點前 回來投資票 四點抓回去到台灣 這麼多人的關心 說我永遠不得基金 民進黨澎湖縣長陳光復 曾經在2005年參選澎湖縣長選舉 但當時以48.16%的票率 敗給國民黨王前發 這次重批戰袍 針對老人安養 農於勞工照顧等多達12條政見 成功翻轉由國民黨治理17年的澎湖縣政局 而無黨籍金門縣候選人程甫海 也在選票領先 現任金門縣長李卧市7000票的情況下 自行宣布當選 這場選舉 我們寫下了金門歷史的新頁 相信真正做討價 現任的未必能保證連任 現任者再也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只要做不好 就有可能被換掉 這場選舉 證明了只有秉持正心正念 堅守正道 才能得到金門相親的支持 這次金門縣長選舉 雖然現任縣長李卧市有行政資源 優勢加持 金門也連續三年獲選為最幸福城市 但李卧市並沒有連任成功 而金門這次參選人更是多達10人 參選人數也創下民選縣長以來新高紀錄 新唐亞太電視 胡敬寧 林威宇 曾天碧 林凱欣 金門澎湖報告 金門澎湖報告 玉林縣長選舉的結果出爐 依據民進黨候選人李靖勇 正營統計的票數 李靖勇以217546票 多出了對手張國民 多出了對手國民黨候選人 張立善5萬4千多票 領先了14個百分點 李靖勇目前已經在競選總部自行宣布當選 各位鄉親世大好朋友 我們都選了啦 我們都選了啦 我要感謝 本年的鄉親 民眾遠俗力竊之間 這個職業來告一李靖雄的首年 這一部分 也是表示大家肯定 過去這八九年來 蘇智芬館長所領到我們婚姻官農業收党的建設 提到我們全體官民 大家高度的運動 在這麼好的基礎上口 大家將這個誠言來交代 我們要給蘇智芬的下一棒來交代李進勇 李進勇親親了解外境家庭 適當的這人非常非常的長待 好 謝謝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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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看到李進勇他感謝雲林鄉親對他的信任 把雲林的未來託付給他 雲林農業首都第二百交啟動 現場也是歡呼聲不斷 支持者爭相和他握手 甚至有工作人員捲起了衣袖要求他簽名 雲林縣也延續綠色執政成功 好 目前整個選舉結果幾乎都是已經底定了 那我們就帶您來看到 我們為您整理的全台各縣市各黨領先的情況 那麼民進黨獲得了48.39%的得票率 國民黨獲得了40.57%的得票率 台灣的地方選舉可以說是出現了關鍵性的改變 綠色的民進黨版圖是大於藍色的國民黨版圖 這個情況呢是不是也影響到2016年的總統選舉 也已經引起了各界的聚焦關注 好 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地方選舉結果是陸續出爐了 那麼政治版圖的洗牌我們剛剛也看到了 現在呢這個也似乎也是牽動了兩岸關係 那麼馬上就來請到警大的公共安全系副教授董立文 來請教他的看法 對岸本 我相信對岸現在也正在緊急開會中 我的意思是說他們可能在短時間他們無法反應 他們在選前他們已經有一個事先的佈局 也就是說無論選舉結果是什麼 好 那麼未來的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 好 以及希望兩岸關係這個交流 好 跟這個合作能夠繼續往前進 這個他們在選前就公佈了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中共已經決定選後無論國民黨大叔或是小叔 或怎麼樣的 他們選後會跟馬政府繼續在兩岸關係上面合作 這是他們本來的布局 但是現在的狀況是國民黨輸太多了 所以它會衝擊到這個中共在選前對兩岸關係的佈局 也就是說是不是能夠如北京所願的 就無論這個國民黨大叔或小叔 尤其是大叔以後 兩岸關係還能夠持持穩的 就是北京中共跟馬政府之間的那種 兩岸關係的合作交流能夠平穩的持續下去 這個就大有疑問了 這是一大變數 感謝您收看20149合1選戰特別節目 我們再會